嗨同學 歡迎收看AS1P凱耶數學 這種提型 老師覺得啦 其實在國小也能這樣子算 也聽得懂 在國小也聽得懂 怎麼算呢 我們來看一下 某個裁縫師做一件銅裝 一件褲子 一件上衣 他所用掉的時間比叫做 1比2比3 而且他一天只能做什麼 兩件銅裝 三條褲子 四件上衣 OK 那如果他做 14件銅裝 10條褲子 兩件上衣 需要多少天才能完成 好 我們先看喔 對他來講啊 他做這個的話 做一件銅裝 十件需要一份 褲子一件需要兩份 一件上衣需要三份 OK嗎 所以我們就 第一個就假設銅裝 老師寫在上面囉 一件銅裝需要一份 一件褲子需要兩份 一件褲子需要兩份 那一件上衣 需要三份 那他一件 他一天到底能做幾份 他能做兩件銅裝嘛 這一題我們就用最簡單的方式算一算就好了 那他可以做三條褲子 三了得六 他也可以做四件上衣 十三十二 所以你看他一天的工作量叫做幾份 二加六加十二 他一天最多就是能做二十份的工作量 記得 這是一天 好 那我現在要他完成什麼 要完成十四件的銅裝 我要他完成十四件的銅裝 所以十四件的銅裝需要十四 乘以一 加上二乘十 再加上二乘三 所以我需要十四加二十加六 你看我需要他完成幾份 我需要他完成四十份 所以這四十份的工作量幾天完成 我們報簡單的 四十 直接處理多少就好了 二十啊 對不對 所以他幾天就完成 兩天就解決了 解決解決了啊 OK 好 所以工作量的提醒 把它變成分數 分是很好用的東西